第十一章第六節 我相信大家聽完昨天的訊息 你就會明白這一節經文其實就是在說那個時代 這節經文是說人不是說機器 因為它裡面說到它們是能夠什麼 它們是有權病的 它們是隨意隨事的 前面就說到它們是傳導並且是想殺害它們 它們不是一個意念或者計劃或者機器 它是傳福音讓人信主的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無依人是一個代表 它就好像十二星一樣代表了神的十二之派也好 又或者是代表了十二使徒也好 又或者是十二個神所用的屬靈領袖也好 這裏是代表了什麼 就好像這個婦人好像這個嬰孩一樣 它們是一個代表 它不是真的有兩個人去做這件事 因為聖經裡面將它對比 就好像教會一樣是金燈台這兩個人是燈台 但是這裡你要看到它們是到了一個時代 就是它們神創造人類的潛能 隱藏在我們生命當中從來未發揮出來的各樣的潛能 竟然它能夠出現到 它竟然擁有這種神創造人類身為萬物之靈的 這種我們稱為權柄的能力 像阿當能夠有權柄的命令動物 幫動物取名 這個能力一樣 它們竟然有這種能力 它們有這種權柄的 它們竟然有我們稱為討告的能力 它們竟然有我們稱為信心的能力 它們有稱為我們熟悉的人 或是科技 擁有科技的人所形容的特異功能的能力 都集於它們一身 這樣的話 你就會明白 當時的人是看到什麼 當時的人是聽到什麼 做到什麼 還有擁有什麼 那你就會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相距至今二千年 四千年 六千年 八千年 甚至一萬二千年前的人 希望能夠做到 在這個時代的人能夠做到的事情 因為原來科學已經告訴你 我們的DNA的速度 已經比以前更加快 而事實上最少是快了五十倍 所以我們根本一路活在 是我們的DNA也好 我們思維也好 都是一個超頻加速的時代 我們不斷把神所 放在生命中的創造出來的潛能 是一代止不代打開的 好了 但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或者你要奇怪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好像過了這一天 不見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這樣 可惜我們是 沒有當時代 一萬二千年前這些人 去做這些 瑪雅遺物 做這些 基石金字塔 這些文物 這些人的知識 他們的知識一早寄載在他們的文獻當中 雖然少 但每一個他們的文獻當中 其實都有記載 在將來人類的潛能 是因為聲頻的緣故 是超頻的 但這些文獻 是被收藏 被毀滅 有一幫人 我常常稱為 Freemason 他們其實是知道這件事 他們知道2012年會有什麼發生 有三件事會發生 而這三件事如果做得好的話 那這幫人 不單止在2012年之前 一千幾百年是統治世界 2012年之後 就算那些人擁有特異功能 都只會成為他們的奴隸 最重要的是 只不過要讓這幫人完全不知道 這些事實 這些知識 事實是什麼 知識是什麼 事實和知識 就是有三樣最基本的 第一 就是去到2012年的時候 當人知道這件事是神的應許的時候 他們越接近神 越在愛裡面 這些超頻 這些我們所說的 人的潛能 就會一步一步去打開 而第二 就是這些超頻 是跟從果體有關的 所以 每一個出生的嬰兒 就會在這個時代當中 就好像我們曾經說過 幾十年前開始 人類出生 很多小孩子都會變成心男兒童 是因為他出生的頻率 而事實上 在這個時代當中 人們可以選擇 但一定要在有知識底下 如果沒有知識底下 就全世界都明白嗎 都完全沒有這種能力 有知識底下 能夠選擇的話 我們就能夠在這個 兩極化當中 選擇 走去極好那邊 而但問題 所有在這個時代出現 小的嬰兒 都自然 與生俱來 他們的DNA 就已經解鎖了 就有這種能力 於是 就去到第三點 當知道第三點 和善用第三點 Firmation 就可以統治世界 第三點 也是七年大災難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人死 很多無知的人 甚至在這個災難當中 是枉死或者慘死 為什麼 因為他無知 他不知到2012 有什麼神 是預備了給人類 預備了給基督徒 他們根本是可以趨吉避空 他根本是不怕這些災難 因為如果我所說 討告的能力 信心的能力 意義能的能力 根本在聖經記載 是不是存在 在七年大災難裡面 是存在 這兩個無依人身上 OK 所以 當這三點 如果Firmation 善於運用的話 他不僅在2012年之前 是可以說 靠骯髒手段去統治世界 在2012年之後 他們一樣可以用這些骯髒手段去統治世界 方法很簡單 就是把所有這些文物的知識 全部把它變成落後的 迷信的 傻瓜的這些概念 雖然我們看到天主教也好 或者Firmation 也好 當這些是寶 你會看到獵戶座星雲 每一樣東西刻在他們的建築物上 你會看到他們的一元 就將2012年 擺到天高 但問題又說到 美國會化為灰準 然後又在灰準當中再建立 原因很簡單 就是 如果人是有真知識之下 其實在這個時候 人是會脫離了這些的核製 這些的鉗製 但如果人類是完全無知識的話 在這個時候反而反過來 他不是向好的方面發展 反而在謀殺 暴動 各方面在飢荒當中的這些 互相仇殺 反而在這些教育當中 在這些遊戲當中 都教他們怎樣用槍械 殺人 你會看到本來在這個時候 應該我們走向愛 我們走向知道認知神的恩典 我們選擇向善的時候 這些DNA就會向善那方面打開 使我們能夠祝福和享受神所給我們的人生 但如果在這個時候 同時這種無知情況下 人又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選擇 又不知道原來是甚麼時代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隨波逐流 跟著這個世界變壞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窮空激惡 而我們親眼看到這個世界 這三年是否向這個走向 他們直接用了這種能力去破壞 但是這些破壞 最先就是破壞他們自己的人生幸福 破壞他們自己的祖先 身生虎虎建立的各樣 政府設施、路、橋、建築物 這些建築物是我們這一代可以建造出來的 不是,是累積他們前人的努力 有許多的錢、債務才可以做出來的 但是如果全世界在傳媒的催動下 把波頻製造 被毀滅我們的程度的話 並且在這個災難下亦讓人不懂避災的話 最終在全世界我們所說的成年人 我們所說本來活在這世代的人 很多都不會受 Freemason 控制的人 全部都死於非命 除非是由 Freemason 所留下的小孩 才會在下一代 因為小孩一出生就已經擁有這種能力 如果小孩在下一代的時候 活在他們的角度下完全由 Freemason 控制的話 這些無助死症的小孩 在這些慘劇之後再次爬出來的小孩 就會成為 Freemason 的奴隸 所以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很多百年 他們已經預約2012年之後 全世界會由灰種族復活 我們從一開始就已經說 美金會在今年就會出事 因為他的美金自己說 但現在是不是真的 這個不是百年一遇 因為歷史上第一次 就是美金將要變成廢紙 是不是我們親眼看到這個事實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事實 為什麼我會理解他們會有這個陰謀和計劃 因為啟示錄就是這樣記載 啟示錄的記載反而到時候 只有基督教只有基督徒 他們知道這個事實 而在這個情況當中 他們選擇愛 付出選擇去為神的緣故去爭戰 而因為這樣而發揮了這種能力 他們擁有這種能力 這種能力就像我們所讀的啟示錄 第十一章第六節 我們從來在歷史上 不會將這兩個無依人的能力 和教會拉上任何關係 甚至竟然有人說 我這兩個人一定是摩西和伊利亞 因為教會永遠做不到 如果教會永遠做不到 如果神一早就不如見了 摩西之派 伊利亞之派 還搞什麼教會 不是的 他用主耶蘇基督成為教會的房角 經常開始了教會 如果說這兩個人是摩西和伊利亞 比教會更厲害 因為教會做不到 而是摩西和伊利亞才能做到 那豈不是對主耶蘇基督這個救贖 有多大的侮辱 主耶蘇去取摩西和伊利亞 可以了 要不要取教會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但讓我們看到事實上 這兩個無依人 只是婦人的其他二類 婦人是這個小孩子 擁有這個權病之後 被提了 他們才醒覺 原來有什麼是神給他們的 所以原來我想讓你知道 為什麼 這個就解出這個謎題 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就算親眼看到 我們度過2012 為什麼我們不看到善良的能力 特異功能的能力 超頻的能力去祝福我們人生 其實你是看到這種能力 不過現在全世界是用這種能力去暴動 殺人 槍殺 預備去打仗 將它變成恐懼 變成疾病 變成各樣的東西 是同一個力量 就等於核能 你可以將它用在好的方面 但是你可以將它用在戰爭方面 但是問題是 將全世界擺佈 走到這個方向 很多人都會發覺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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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樣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明知道 這件事發生的話 很多人類會自由 就會失控 人類想想 人類能夠有免法能源的話 人類不用吃東西的話 所以他們預先知道 就像馬雅年齡一樣 每一個循環 上一個循環的人 是會被毀滅 而下一個循環的人 就會提升 所以他們預先計劃到 下一個循環的人是會提升的 就讓下一個循環當中 只是死症那些 只會被控制的嬰孩 小孩子 有他們選擇的這些人 因為在超頻的時代 每一個小孩子出生 他們的DNA 自動就已經是作出這個調整 那麼不需要再在這個世代 當中再和這些 明不明白 這些全球活著的人類 去鬥爭 不用了 因為順理成章 七年大災難都到了 順理成章 Panix都到了 順理成章 全球在無知底下都會死 所以啟述 為什麼第六章的時候 第五印 在我們前幾天 跟大家去分享的 一節經文裡面說到 就是為什麼這些人 死了之後 跟神說要生冤 要殺地上的人 就是這樣 啟述第十一章 第六節 子二人有權病在他們全到的日子 叫天閉實不下雨 又有權病叫水變為血 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 攻擊世界 神是我在世的盼望 陪伴我讓我 不敬放 再迷戀 再迷戀 再迷戀上來 他給我指引 再寧靜長夜 就是這樣 有錢 有錢 像真怪 仇恨随正 光辉照我心灵 路途想陪伴我奔忘 我心感谢 神陪伴在我旁 曾陪伴经过暴雨风浪 我的生命 全然被上帝扑揉 他伸手将我引领 现成我 仍仲赞上等 仍被绑 浩大爱及战 地击穷冲 让仇恨随正 光辉照我生命 路途想陪伴我奔忘 路途想陪伴我奔忘